柯南的世界里 大叔实际上一直是被我们小瞧的一位 本集里关于大叔体质的问题 就做了很好的表现 大家好,我是马达欧 这次给大家分享的是 丧失记忆的美少女事件 警报响起 本集开始再一次让大家见识到 柯南世界里警方的高能 一个本身脸的家伙 用床单越狱了 你能想象吗?床单哪 事务所里小兰读着报纸 犯人汤田成功越狱 这家伙当初杀气骗保被大叔抓获 曾声称一定要回来报复 小兰对于大叔的安危很是担心 但大叔和柯南却不以为意 经柯南回忆我们可以看出 破案的又是柯南 我还以为大叔终于雄起一次 自己抓住犯人了 但是小兰拉上柯南 要做保镖陪爸爸出门办案 结果来到了赛马场 柯南的表情告诉我们 大叔是来赌马的 突然柯南发现了可疑男子 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大叔 他怀疑那个人对于大叔是图谋鬼 但一回头人就没影了 一会儿大叔沮丧地走出赛马场 吐槽说出了事实 柯南就是因为你幸运女神才跑掉的 在回家路过天桥时 标题中的美少女跌跌撞撞地从楼梯直接摔向了大叔三人身上 大叔还不忘吐槽 这是幸运女神摆了我一道啊 而柯南的关注点也很不同 这位美少女身上的肌肉竟然非常结实 我就想请问你关注的是哪块肌肉 画面一转 大叔三人将美少女送进了医院 一阵检查后医生告知三人 他虽然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但却丧失了记忆 目前只记得自己叫真夜 美少女失忆 而这种人设 然的大叔是斗志满满 要帮他的幸运女神恢复记忆 于是大叔一行就来到了真夜的病房 在交流中 柯南回忆起众人相遇时的场景 他认为真夜失忆的地点 应该就在天桥附近 毕竟以当时他的状态应该走不了多远 而且柯南还注意到 真夜手上的食指根部有伤痕 他认为这像是被细线勒出来的 于是便向真夜询问情况 哪知对方想到现实 头痛不已 交流无果的众人只能返回事务所 还带回了两样真夜的随身物品 一张残缺的圣经书页和一片拼图 细心的柯南发现 残业上有笔记 拿出铅笔轻轻地涂了一会儿 913和一句最后的晚餐英文 小兰和大叔认为 真夜是不是和人约好的晚饭呢 而柯南却将重心放到了残业上 撕毁圣经当便签 说明真夜不是信徒 所以他会在什么情况下 能用圣经来代替便签纸呢 柯南很快就想到了相应的场景 酒店床头柜的电话旁 柯南直接询问大叔 酒店房间里是不是都放有圣经啊 而大叔则表示 三级以上的酒店确实会这么做 话说你为什么那么清楚啊 众人再次回到医院 带上了真夜 在附近调查 但结果是毫无所获 当天已昏黄时 大叔众人来到了第十二家 身心疲惫的三人 和依旧挺拔的真夜 经过酒店大门时 保安说了一句 欢迎光临菊小姐 众人神情一阵 终于来对了地法 经过前台查询 众人直奔真夜的房间 但是上楼时 谁都没有注意到 之前赛马场的可疑男人再次现身 四人冲进房间 首先是对圣经对比 果然没有找错 之后大叔一行 在房间内搜索有用线索 而柯南还翻出了贴身物品 直接被小兰鄙视 接下来由小兰亲自动手 但并没有找到有用线索 而前台留下的信息 也是伪造的 这时真夜再次头疼 脑子里闪过的 竟然是那条项链 头痛不已的 他再次跌跌撞撞地 跑出酒店 突然停车场一辆轿车 对着二人就撞了过去 柯南认出 司机就是当时赛马场的 可疑男子 伸手敏捷的二人 是立马躲闪 请仔细看 二人落地方式是不同的 柯南迈开了小短腿 就去追汽车 这边被小兰扶起的大叔 认为目标就是真夜 而真夜之所以失忆 很可能是之前被刺杀过 另一边柯南跑街过向 他也认为车手的目标 就是真夜 但对于真夜的身手 又很在意 最后柯南是肯定追不上车子的 但意外地 看见了一场车祸现场 打听得知 三小时前 工程车与公交车相撞 柯南仔细看了下 公交车的班次路线图 想起众人相遇时 正是三小时之前 真夜很可能是坐上了饭店前的公交车 在这儿发生了车祸 导致失忆 想到这儿的柯南 回去带着真夜来到了现场 而真夜的表现 也说明柯南推理的正确性 他回忆起了自己失忆的过程 为了想起更多 探寻真夜之前的目的地 在即将昏暗之时 真夜看见了一个球形建筑 回忆起这儿 就是自己之前想去的目的地 众人就再次下车前往建筑 经过一栋废弃大楼时 楼顶上突然掉下了钢筋混凝土 幸好柯南激警 提醒众人提前退避 敏捷闪过的真夜 看见楼顶上的人之后 下意识地拉开了项链的钢丝 摆出了防御的架势 但随即就是一愣 撒手后钢丝弹回项链 恢复正常 这就有意思了 而柯南也想明白了 可疑男的目标 很可能不是真夜 而是大叔 柯南让小兰看好真夜 自己紧随大叔 去追踪可疑男子 结果小兰没注意 真夜自己直接走掉了 另一边的大叔和柯南 追得太急 神同步地陷入了险境 幸亏小兰出手救下二人 然后小兰说出真夜丢了 回家的路上 大叔安慰着小兰 而柯南却在回忆着 种种的不合理 另一边 名为最后晚餐的店铺里 可疑男子正在收拾东西 突然真夜缓缓走来 将身上那片拼毒 拼在墙壁上的整幅拼图上 然后抽屉打开 上面赫然是大叔的资料 可疑男指责真夜不出手就算了 还两次妨碍自己 哪知道真夜回身 一巴掌将他呼倒在地 伪装掉落 竟然是汤田 之后真夜再次出现在 落单的大叔面前 将他带着去找可疑男 另一边 柯南小兰意外的发现了 九段十三号 柯南想起便签上的数字 瞬间明白 地址就是这家 名为最后晚餐的餐厅 二人推门而入 看见了地上被呼晕的汤田 墙上的拼图 大叔的资料 这时柯南也反映了过来 题外话 真夜的战力很强 一巴掌就能将一成年男子呼晕 柯南四处寻找大叔 奔跑中开始梳理线索 发达的肌肉 敏锐的危机感 皎洁的伸手 再加上钢瓷项链 甚至遇见车祸失忆时 下意识地要选择步行离开 而不留下任何现实踪迹 种种迹象表明 真夜是个实力超群的美少女杀手 而另一边 真夜带着大叔来到一个废弃厂房 落单的大叔 僻静的场景 真夜终于撕毁了伪装 钢瓷套上了大叔的脖子 将其吊起 而大叔的颈和相 堪称是钢筋铁骨 恰好柯南赶到了废弃厂房外 通过碎玻璃窗 探清了这危机的场景 左右寻找 正巧身旁有颗 干干净净地老旧棒球 于是就来到了柯南的高能时刻 大叔也死里逃生 柯南进入厂房后 揭穿了对方的身份 并推理出 在高空坠雾时 真夜就已经恢复了记忆 而在医院的时候 自己失误 没能通过食指的伤口 推理出他的职业杀手身份 真夜则来个流程震惊 询问柯南是什么人 我就想说 你那敏锐的身手 强壮的肌肉 对面就是个小屁孩 你倒是上啊 唉就这样 之后到达现场的警方 将中了柯南恐惧树的女杀手 来谷归案 结尾 上车前 恢复了神智的真夜 来了一句 是你把我们俩的目标 给弄混了 小侦探 这让柯南再次疲于 撒娇卖萌 说下话 好了 虽然本集的美少女 不怎么少女吧 但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喜欢的给点订阅点赞支持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